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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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然如果是在品酒就有固定的一些SOP會經貨吧 那當然如果你是為了自己享受喝酒 我完全沒有所謂的對或錯 這樣聞香杯通常它會酒杯的底部會稍微比較大 然後口呢一般會縮就是往內縮 這個是算是一個比較特殊一點的聞香杯 你看它縮了之後它有再往外擴一點點 那一般標準的ISO的它其實是往裡面縮的 一般我們在品酒的過程 杯子就是酒杯一拿起來了 我們第一個會用眼睛觀賞一下 那以前很多人會說看一下顏色 看顏色呢我朋友認為只不過就是讓你記得 比如說這種比較就是會繼續有的一般的這種Wisky 比如說黑牌啦 這種會延續出的酒 你看一下顏色就是你要記得 比如說這支酒這個年份它大概是這個顏色 你要記住說它是這個顏色 萬一有一天你拿到同樣一支酒 突然變顏色很深 你就要有一點警惕 我記得它的顏色沒有這麼深 可是看顏色不是說用顏色來判斷味道 因為為什麼第一 蘇格蘭Whisky的顏色是可以調色的 這是合法的 那用來調色的焦糖 它是不會影響味道的 然後再來觀賞什麼 你要檢查一下嘛 裡面裝的Whisky 你還沒加水沒加冰塊 存的時候 Whisky就一定要這樣非常亮麗 非常非常透明 萬一你拿起來濁濁的 那這支Whisky就有可能有問題 為什麼大部分的這種所謂的品酒杯 一般都會用高角杯 高角杯 平酒呢通常我們不建議摸這個杯子 為什麼 因為手有溫度是一個 再來我們會有手印 所以整個會霧掉嘛 你沒有辦法很清楚的檢查裡面研究 所以一般我們都會要嘛拿杯底 要嘛你可以杯角 就是用鼻子欣賞一下嘛 那品Whisky呢其實很多 我看過很多人會拿得很近 然後整個鼻子沾到杯子裡面 然後一直 你這樣聞呢你聞個三四次 你鼻子大概也麻痺了嘛 沒有必要 其實酒的味道是很清楚的 所以通常拿起來呢 你大概 聞一下 已經可以聞到很多東西了 你就馬上可以形容說 然後我剛聞到了台北糖啦 有可能有一點蜜餡啦 可能有木頭的味道啊 水果的味道啊 如果形容了幾次之後 你可以再拿起來再聞一次 看有沒有出現第一次聞的時候 然後因為酒跟空氣接觸 它會慢慢打開 因為裡面的 所謂的酒的味道呢 它也是有輕重的 所以你慢慢聞嘛 大概聞個一次 兩次 三次 那有一些人會說 啊你從上面 聞在聞中間 在聞下面 我覺得 你要看你自己 你的鼻子有沒有這麼厲害 通常 你要喝威士忌喝了一段時間 常常在做品酒 或許真的是 是真的有差別 可是一般人 剛開始喝 我覺得沒有必要 這麼的 這麼的麻煩 就拿起來 大致上聞一下 那通常呢 我也會建議說 聞的時候盡量 左右兩邊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的鼻子啊 兩邊的敏感度不太一樣 有一些是你的右邊 聞得比較清楚 有一些左邊 再加上 我相信現在 很多人 常常鼻子都 會有一點毛病 為什麼 空氣啊 不乾淨啊 很多人 也感冒啊 等等 所以為什麼說 交換子 比較平均 比較平均 比較清楚 所以第一個就是 聞一下 形容一下 記住 你這支酒 你聞到些什麼 第一 很清楚的 有甜味 那這些甜味呢 是什麼樣的甜味 你就要去思考嘛 我覺得它帶了一點 偏比較蜂膩 微微的這種焦糖 這是一個馬上很快的 很快的 第一個感覺 再聞一下 開始聞到 有一些水果味道 比如說 在酒裡面 常常會有那種 比較熟的香蕉 這支酒 一聞就聞得到 有點甘橘 橘子的那種味道 然後慢慢開始出現一些 比較偏重一點的味道了 比如說 開始出現比較紅水果 比較一點那種果醬的味道 它開始出現了 慢慢後面會出現一些更重的 微微的巧克力啊 咖啡啊 這種味道 所以 這是因為我們常常在做 這個啤酒的動作 所以你的腦袋跟你的鼻子 已經很習慣連結一條線了 我們很容易辨別出來 剛開始不要緊張 你感覺 哇 怎麼聞起來 都酒精味 因為第一個 那個是第一個反應嘛 喔 酒精 當然啊 裡面最少也有40%的酒精在裡面 就是很正常 你也不要覺得說 喔 不好意思講 為什麼 因為 每個人對風味 能聞到的東西也都不一樣 所以並沒有錯過對的答案 當然也不要講得太離譜 所以很 你多參加一些這種 有人帶的啤酒會呢 你人家形容 有沒有聞到某某味道 對 就是那個味道 所以你就會越來越習慣 越來越習慣去形容你鼻子 其實所謂的聞香氣啊 它是一種所謂的回憶啊 去刺激你的回憶 這個味道我曾經聞過 飲酒是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所以我常常在鼓勵 不管是一些調酒師啊 一些喝酒的人 我常常想說 你養成習慣 如果你真的很想說 讓你的鼻子跟你的嘴巴 很容易辨別味道 養成習慣 每一支酒 你自己做一些品酒記錄 對不對 你可以久久再回去一次 再打開這支酒 再來聞一下 跟我以前斜的 我是不是還是有這個感覺 有時候會變呢 為什麼酒的味道 依著你每天身體狀況 你喝酒杯子的形狀 杯子的材質 你喝酒跟誰一起在喝 這都會影響同一支酒的味道 這很正常的 有時候身體不舒服 哇 第一次聞 哇 寫了好多 今天有一點感覺好像要感冒 怎麼聞來聞去都沒味道 很有可能 為什麼很多人說感冒沒胃口 就是這個原因 第一你鼻子聞不出 香氣 我們嘴巴能嘗到的味道是有限的 真正讓你知道說 你在吃什麼 你在喝什麼 是因為鼻子聞到的香氣 告訴你 這是什麼東西的味道 我常常說你不相信你回去 你切個幾片蘋果 對不對 你把你鼻子捏住 你不要看 你忙吃 有人為你鼻子不要呼吸的話 你吃了蘋果 你不知道你在吃蘋果 你只知道水果脆脆的 有一點酸酸甜甜 可是你形容不 因為我讓你吃蘋果 讓你吃水泥 口感都是差不多 當你把鼻子放開 你聞到 哦 蘋果的味道 因為你熟悉 蘋果該有什麼香氣 你才知道你在吃蘋果 品酒的過程 比如說你一次要品好幾支酒 可能到第二第三支 你覺得說我開始好像辨別不出來 很簡單嘛 聞一下自己的手臂就好 為什麼說聞一下自己的手臂 因為我們呢 對我們自己身體味道是最熟悉的 你always認為我自己沒味道 因為你從出生 你就是聞你自己的味道嘛 所以聞一下自己的味道 是最容易讓你鼻子再恢復正常 以前很多人說啊 準備什麼咖啡豆啊等等 我反而覺得 因為咖啡還是有味道 那喝的時候呢 你不要跟我們 如果是品酒的話 當然不要跟我平常在喝酒一樣嘛 一來就超乾的 而且酒一進來 就直接吞下去嘛 那在品酒 我們會就是說 你大概一口的量 差不多現在到了這個 maybe一半的量 一口進到嘴巴裡面呢 不要馬上吞下去 一定要讓整個酒呢 沾到嘴巴每一個部位 通常我都會告訴人家想說 你試著去搖 你試著去搖它 腳去搖它 讓整個酒有沾到嘴巴所有的部分 再來你這個動作呢 它會讓你能夠感受到 每一支酒它的酒體 把它酒體的油脂啊輕重 吞下去之後呢 我很喜歡 個人很喜歡 會從嘴巴吸一點空氣 然後呢 從鼻子吐氣 你也可以 吐完氣 再從鼻子吸一點 再從嘴巴 對 最好是吸進來 從鼻子吐氣 很容易就是 聞到你剛剛嘴巴 喝到的一些味道 該有的一些風味 因為口感 我們聞到嘴巴大概能嘗到 就是甜嘛 鹹 酸 苦 還有うま味 うま味 日本人幾年前發現說 除了甜 鹹 酸 苦 我們還有一種感覺 叫うま味 うま味很難解釋 うま味就是那種 很鮮 新鮮的那種味道 叫うま味 現在全世界都已經 接受這個第五種味 口感叫うま味 口感 喝酒也一樣啊 你喝下去 你就開始感覺 有沒有甜味 然後從 舌尖 慢慢去感受到尾巴 舌的後面 還有喝下去 回來的所謂的尾韻 所以有的酒會回來 真的會有一點那種 乾乾 那種乾乾的那種dryness 有一些喝下去非常甜 會有很多感覺 有一些酒喝下去 嘴巴兩邊 會開始有一點那種酸感 acidity 我們說acidity 就是酸的那種感覺 那當然也有那種 每一個部分都會展現一點 然後看它的尾韻 辣多久 酒在嘴巴 那這支酒在嘴巴 這些味道停留多久 你再去感受 那當然喝了一口之後 你可以再嘗第二口 會有變化 其實整個喝酒的過程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還有什麼會影響 當然你有沒有吃東西 你搭配吃什麼東西 或是你喝酒之前 你今天吃了味道很重的東西 你接下來就喝酒 酒的味道一定會變淡 因為你嘴巴還停留在非常重的這些味道 所以很多東西會影響酒的味道 很多東西會影響酒的味道 你用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